國際民航組織 ICAO在第四十一屆大會二十七號 將在加拿大的蒙特旅登場 外交部也在今天推出了文宣短片 要來呼籲國際社會支持臺灣參加 ICAO 因為我國在二零一三年 是以特邀嘉賓身份出席之後 就因為中國打壓無法再參加 短片是以桃園國際機場 專注於工作的地勤空服 以及航管人員來K場 透過溫度 態度 以及距離 三個主題 呈現臺灣守護全球飛航安全 所做的努力 強調臺灣在全球人流物流的重要地位 是ICAO不可或缺的重要夥伴 展現積極爭取參加的決心 而美國媒體外交家十四號 也刊登了交通部長王國財的投書 提到中國八月在臺灣周邊 海空域軍事演習 危急區域 以及國際飛航安全 也呼籲ICAO應該要納入臺灣 達到ICAO非安無縫的願景 Mari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 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